新冠轻症免通报免隔离从今天开始实施 那么学校该如何因应 学生的部分校方还是鼓励确诊的同学 即使轻症还是能够请假在家 但如果坚持到学校为了避免被标签化 因此不会刻意把座位隔开 而老师的部分校方则担心 有老师会考虑到待课的问题坚持到校 因此校方也拟定好了紧急待课程序 鼓励老师轻症还是先请假在家 不强制同学们戴口罩 进到教室要带不带自己决定 但对于现在确诊新冠肺炎轻症 可以免隔离免通报 不少家长也不得不替孩子们多想一点 自己可能觉得无所谓 可是别人不一定这么觉得 对 所以就是自己观察个两三天 都没什么问题了 然后再上学 会让他在家里观察几天 因为也是保障其他小朋友的安全 一样是为人父母还是会 别人小朋友被传染一样会担心 多数家长跟校方拟定的防疫方向差不多 鼓励确诊的学生即使无症状 还是先请假在家 若同学坚持到校 也不会刻意将座位隔开 避免被同侪接标签化 学生的部分还算好应对 但若老师请证确诊 影响的层面比较大 这些名单都会有 所以就是教务处本来就会都set好 症状不明显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来上班 但是如果有咳嗽这一些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请假在家 最担心的还是代课问题 虽然校方以不扣病假额度为原则 但还是建议老师们轻证确诊 以请假为优先 为提前备好紧急代课程序 有任何突发状况 或有代课老师替补 校方已经优先替老师们解套 防疫措施持续松绑 面对新冠轻症患者 大家开始学着如何流感化隐隐 解台北综合报道